Form a linear equation in 3 variables for the Boolean statement So Mr. May God buy 5 apple, 6 orange, 3 papaya from a supermarket He spend RM 16 for all the fruit he bought So在这一题呢 如果他处在读中的话呢 很多学生都会拿零分 OK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学生他会写5X加6Y加3Z等于16 So在读中你这样写的情况之下你是拿零分 为什么你拿零分呢 因为你没有告诉老师X代表什么Y代表什么Z代表什么 所以如果老师要扣你分的话 你这样写零分 你要写那个apple 然后rmx 然后orange rm y 然后过后呢 那个 papaya rm z ok ish ok 所以你要在这边你要let 你要让老师知道 那个什么 你的X代表什么 Y代表什么Z代表什么 这样你才能够拿满分 如果他是在读中 那我很肯定读中是这样 你在国中 你有没有 那个define XYZ是什么 然后老师 会不会扣你分 那我不知道 在读中是肯定扣 啊 国中我不确定 看你老师 有点 我 问题 看到 我们 可以 是 我